像这样,那就一定是在骂我 嗓齐 嗓齐啊 嗓齐 嗓齐 你刚刚 这样 很好看啊 为何又不笑了 你知道冯博士吧 我给你学一个冯博士 他这个脸啊 哒啦的都快哒到地上了 就是这样 嗨你的脸 我每次看到他这个脸 我都想起苦瓜二字是如何写的 如果你看他摇头晃脑 哒啦着脸 如果头像日鬼一样的转动 那他一定是在背诗词 那若是 他不定地转动还皱着眉头 像这样 那就一定是在骂我 嗓齐 嗓齐啊 嗓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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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知道 全汴京的大户人家小姐 都是端庄典雅的 唯有你这帮搞怪 所以四叶的意思是 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 对不对 不是 不是 四叶 你得记得保护我啊 别看了 他不在这儿 腿咬咬咬不变 还得劳烦司业 送我一场汗 嗯 有门你为什么不走 我爹怕我有危险 所以不让我出门 我若是敲门的话 把他给吵醒了 我不知这道岁废了 另外这道岁废了 一夜的废 我堂堂国子健司业 为什么要陪你做这种 头鸡摸狗的事 啥巴 打住 扶着我 诺贤司业 诺贤司业 欠缺一点儿吧 你看的什么破坏本子 那不是你来看的吗 我真是搞不懂 宇兄让你看那些干嘛 是我的话就给你找一本 弟子规 让你好好学一学规矩 没有用了 哦 没有回头路的 生命吧 你的回头路就是 等着桑太尉 把你另外一条腿也打赦 在这儿 你还没关系 你要去这个吧 Libr想 我大身体 诺费 那边 你还没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